你對耶 被打雷 被打雷 就像自己乖孫一樣 每個阿嬤眼前這位小女孩 既是自己的鄰居 也是今年九合一選舉的 里長候選人之一 他是李平均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畢業 曾經當過議員助理 看過不少陳情案件 對公共事務有了初步認識 也產生興趣 剛滿二十三歲 達到選舉門檻 就投入地方里長的選戰 謝謝阿姨 儘管戴著口罩 還是能從眼神看出清瘦的輪廓 或許正因為年輕又有親切感 他登上今年網路票選 里長女子圖見的名單 也有網友暱稱 他是其中一位國民老婆 網路人氣相當高 我粉絲專業會有粉絲照三餐問候我 還會傳自己的照片 然後還有他自己的經歷都給我 拜票的時候就有突然有一位長輩 然後推了一位跟我同為年輕人的男生來 然後跟我說 欸你們都是年輕人 然後互相認識一下交一個朋友 我現在自己也會加那個 FB長輩圖的那個社團 然後去收集很多圖片 然後每天跟長輩說早安 對 年輕的新氣象是李平均帶給當地 李明的印象 網路聲量不一定能 裝換成社區影響力 因為選舉的勝負關鍵 還是一張張蓋下印章的選票 可能年紀的關係 就是會比較被懷疑說 欸他出來做得了事嗎 但我覺得現在就是服務不分年齡 那現在世代交替 什麼事情都求心 那年輕人願意出來產政 從基層來做服務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小孩子有這個勇氣 我們家裡的人都很支持他 那本身平均的個性 本來就比較活潑 其實這是加分的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他很容易親近 想要獲得在地選民認同 得先擴大自己的知名度 因為我也是新人嘛 那我就是要讓人家 趕快多多認識我 所以我就是會固定 出來掰票就是棒馬尾 然後牛仔褲夾著背心 這樣當戰斧這樣 從網路聲量 到善用社群媒體的問候 網路世代的候選人 義軍突起 想在選戰中求心求變 九合一選舉 有不少年輕人 投入里長選戰 確實在網路上帶起了 很多的討論度跟人氣 可以說是空戰能力強大 不過里長是最貼近 民眾的公職人員 因此生根已久的 傳統候選人也有自己一套 不明立立板公主報告 不明立立板公主報告 請中輩要去衛星所 做流感疫苗 參與的愛 做愛的給她 因為要去流 要打口罩 麗萍三連八的現任里長 張衛春花 從民國六零年代就駕到新莊 她的先生也當過里長 先生卸任後 她接下選舉擔子 對 衛星 你去忙 張衛春花連續當選兩個任期 是地方上熟悉的林家阿嬤 今年正逢疫情期間 要忙的事情更多了 工手忙不過來 里長幫忙送寬山 我都親自送到秘密的手上 確診了 把我幫忙 幫她叫救護車來送 第二天送到醫院 第二天他們的媽咪 就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謝謝里長 我的孩子 還好你有幫我叫救護車 她現在已經退燒了 那天氣這麼冷 妳就穿得燙 知道嗎 妳要去領嗎 有啦 會啦 還要去領我就跟妳領 不可以領我就 好 好 妳有段電保護車到新穿上去嗎 採訪這天不斷有 李明登門詢問事情 讓這位資深里長忙進忙出 從送餐到拿口罩 只要有問題都來找他 如今想要繼續連任 有長年的里長工作經驗 主打穩定的力量 是他認為的重要優勢 如果說馬路哪裡有坑洞 或是說照明不亮 或是哪個地方需要改進的 只要他一通電話來 我都立馬出來 就我都常常說 我們是原住民 原來住在這裡的 李明 比較親啦 如果說 這是大家都是鄰居嘛 有什麼事情來找我 我都會盡量的幫忙 妳就要穿得燙 有喔 有喔 如果要出去的時候 我們就要逛 身根基層穩固自己的基本盤 以陸戰的策略模式 將李明的日常小事 當作自己的大事 總會以選戰在即 有的候選人以空戰方式兵棋推演 展現年輕特色博取選民認同 而資深的 則有長年累積的作戰守則 穩扎穩打顧好江山 一個球星一個球穩 各有各自的選戰心法 中央四季的紅旺軍無聲紅 台北新北報導